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八拍哥哥 我是Chris 今天我們又出外景啦 我們來到一個很漂亮的錄音室 終於可以脫離我們那個小小的空間 我們今天邀請兩位來賓 他算是台灣的華語界相當特別的一對團體 他們不僅是跨足了電音 也跨足了流行音樂 我們來歡迎 G5 SH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 G5 SH 我是 Max 我是 Lux 如果你也喜歡音樂相關的知識分享 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及 Follow Instagram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好 那我想問一下 你們當時是怎麼樣湊在一起的 我們是在社團認識的 就是我們在玩熱音色啦 大家就想說他彈吉他嘛 他彈 bass 大家結合在一起 之後就一起玩音樂 寫寫歌 做做什麼的 然後後來我就來台北在版權公司工作 在版權公司工作的時候 他們就是有要求說 那你可能要為某一些藝人寫歌啊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台灣還沒有開始在做 EDF 這樣子 但是收割單很多都是EDM 因為那時候國外已經就是 穿得翻去啦這樣 所以說那時候台灣藝人就很想要做EDM 可是我不會做啊 然後我就在社團裡面問問看說有沒有誰會做 然後就哥哥就會做 我就問說 我們來做一首 Demo 來賣人家 講白就是想賣給蔡依林 那他的時候就收很多電影啊 然後就喔 Davey Gale 喔好 做啊這樣 很多他那個reference很多啦 對 超多的 一排 對 我們就不眠不休的寫了一首這樣 那時候也沒有很會 對 就亂做的 超不會 而且重點是 現在已經是要邁入2023年了 我們那個時候是幾年 2017年 你知道嗎 6年的差異 你現在how to make 什麼什麼什麼的 影片是看不完的 我們以前是一個搜尋業就結束了 就是沒什麼好看的 那都還蠻爛的 他們都教超爛的 然後都是一些阿迪亞 就小孩教小孩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 也不錯 看著學 學一學之後我們就很興奮嘛 我就交給那時候的公司 那時候的公司就送去 反正 不了了之嘛 誰寫第一首歌就會中的 來找我 無聲卡 然後無聲卡之後我就跟他說 誒哥哥 我覺得 這個還蠻屌的 就是應該要讓更多人聽到 不能只有我聽 不能只有我們知道 收在口袋裡 誰知道 然後我們就說 好 那我那時候就有開一間音樂公司 我們就用它註冊了 商家平台 然後就把歌發行這樣子 就發我們第一首歌的工具 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很窮嘛 就掏了一點錢 找認識的朋友導演啊 拍影像的啊 就是瞎子巴亂搞啊 拍這MV啊 投稿到 那個時候一個自媒體叫VS Media 突然就很多人在聽了 就幾十萬 節奏洗腦還不快來聽聽 表底下的很好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好像可以繼續做下去喔 因為其實做G5SH的時候 我們沒有想過是要當藝人啊 主旨就是想要賣歌嘛 其實就是想要做幕後 那我們想說 那既然做一首出來之後 成績還不錯 那是不是做更多首 可以讓更多人看到我們 就是更多業界的人啊 一般的人也好 可以得到更多的機會 所以我們就做了第二首 第二首是國愛嘛 因為第一首做東區的時候 是做128的 但我們其實是想要做Future Bass這樣子 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就很喜歡做Future Bass 我覺得比較抒情啊 對啊 比較好聽啊 比較像我們自己會寫的歌 因為我們其實跟128沒有很熟悉 然後我們想說 好 那我們就再來寫一首Future Bass 然後我記得多愛那時候 好像也是想要賣的 結果賣到一半 我們就覺得把它收回來 然後就發掉 之後又接著發了 下一個生日 也是做Future Bass 不同類型的Future Bass 做做做做做做 做到差不多有四五首歌累積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欸哥哥還是我們來發一張專輯 我就覺得 三小要發專輯啊 憑什麼 我玩那麼大 對 專輯做發就發的嘛這樣 這樣你真的發的啊 蠻丟的 就發的 然後我們還做實體 也是一樣 找一些會設計的朋友 做設計啊 排版弄一弄啊 Layout啊 自己去印刷場 然後自己組裝 還找會出錢的朋友 幫我們出了一些錢 然後你們就當 融資 組裝工 融資 跟他融資 對 專輯賣完之後 我們就是有把錢還他啦 但沒有生利型 對沒有生利型 就是類似那種媽媽借代的概念 這個好不容易好好珍惜 很珍惜 力挺他到不好 反正就這樣子 我們就順利做完了一張專輯 做完一張專輯之後 我們就來到現在這間公司 RoboCat 老闆就找我們來 就說 欸你們好像蠻酷的 聽你們音樂蠻酷的 你們要不要 錢給我 我幫你們好好發展一下 那想當然耳呢 不要 我們是靈心夢的 我們就 不要 我們就搭上Uber 然後坐計程車回家了 因為我們不想嘛 隔半年 然後我們老闆就是 氣而不捨 他就三不五十就在找我們 喝酒啊 喝茶啊 他說你們的目標在哪裡 對 然後問說你的夢想是什麼 然後我就想說我的夢想 就是看能不能賣一首歌吃飯而已 就這樣 然後漸漸的我們的夢想 就被他描繪得很偉大 你知道 就是他是那種屬於很會塞狼的人 塞狼 我打查一下 所以你們最後有賣歌出去吧 喔賣蠻多歌 當然當然 就是做了很多年了 還是賣蠻多歌 或多或少 我想說 因為一直被塞狼被塞狼 然後變成明星 結果最後歌還是沒有賣出去 歌還是有賣 因為我們還是做蠻多幕後工作的 我們都是全職做音樂的 我們就沒有做其他產業 所以說 當然音樂幕後工作 對我們來說比例也蠻高的 然後賣蠻多歌的 不錯 聽起來我覺得是一個 所有全職音樂的夢想中 可以希望的工作型態 目前你會有個舞台 按幕後 又可以 support你生活的一些收入這樣子 那我想問一下 你們剛才說 你們原本也是從樂團 然後一路這樣過來 那這隻中你們最欣賞的 我們講電音的藝人好了 你們最喜歡誰 我第一個聽的電音 就是我覺得 他是DJ 然後他的電音的歌是 David 第二個是Zad OK 然後那時候我什麼都取或不知道 就是覺得 喔好聽啊 我覺得就是 他的歌就是特別好聽 因為以前我們就是做那種 流行的EDM起來 嗯 所以以前就是喜歡那種 就比較音樂性的東西 所以就是比較不喜歡純粹很吵 當然現在是還蠻喜歡純粹就很吵的 可以放來炸這樣 對但是就是 就是那時候就覺得 然後Zad很有音樂性啊 很有蝴蝶啊什麼什麼 我們就覺得很崇拜 所以那時候就是 都是聽他們自己的 了解了解 那馬修哥哥咧 我覺得我最喜歡的應該就是他 誰 Jenu 喔謝謝 謝謝 我認真的耶 因為都是他教我的啊 所以對我來說 Respect身邊的人 比Respect就是看不到的人 重要很多 這個要剪了 有沒有 我心懷感激 沒有Respect很遠的人 就是很酷嘛 但是你沒有辦法發展到他的脈絡 就像在LA玩hiphop的小孩 他們一定是因為他們那個town裡面 有一個人他當artist 然後你了解他的脈絡 然後你從那個親戚耳中 聽說有一些人是他的朋友 聽說他很多事蹟 所以你就很崇拜他想變成他嘛 那如果只是單純聽音樂的話 想變成他 就是想像力有點太遠了 所以我覺得崇拜身邊的人 還蠻重要的 應該說有一個可以讓你追隨的對象 而且是你可以看清楚 可以怎麼樣到他那樣的 對 就是你覺得他的那個vibe是酷的 嗯 他的脈絡是有趣的 是你想要變成的樣子 嗯 好 那我很好奇啊 你們平常的分工是怎麼樣的 其實我們有兩個人嘛 所以就是看誰要先開始 然後好 開始了 然後沒招了 欸 就一下沒招了 OK 所以是互補的概念 你們沒有說一個可能負責 可能辭取一個負責 把歌拷出來 其實沒有一定的 因為這樣的分工到後來會有一點 同一個人的想法 對 因為畢竟我們是一起寫歌 code write 起來 嗯 所以我們一開始在寫 我們第一張很多歌的時候 都是 喔 按完鋼琴然後就寫歌了 那寫歌當然就一起寫 嗯 然後寫完說 欸 這個誰要編 喔 你編好啊 那你拿去試試看 嗯嗯 就是 全部都是從歌為出發這樣 然後做到一個段落的時候 因為之前我們的那個 歌的段落分別比較明確 嗯 就可能就會說 oh break down 做一做 就給他做 drop down 或者是他再傳回來 然後我們再把 break down 做一做 像我們現在各的段落就是比較 沒有那麼 明確 明確的時候 我們就是 隨便做 然後做到一個緊繃 今天累了 想睡覺了 檔案就藏過去 嗯 然後另外一可能隔天就會 想辦法再生一些 新的 我覺得這需要蠻大量的默契啦 因為通常大家都知道 跟別人合作 改編的東西 別人還蠻容易不會送的 嗯 嗯 那因為我們一起玩很久了 所以我們已經還蠻習慣就是 改對方的東西就是 不太需要避諱 嗯 就是有點類似就是 欸我有一個 砰砰砰砰砰 然後就是你這樣形容 就大概對方知道 要試那個是什麼東西 默契真的是蠻重要的 對對對 了解了解 那聽起來你們家合作很順 那你們 目前遇過最大的衝突是嗎 最近越來越常遇到衝突 其實 具體來說 音樂上面都沒有什麼太大的衝突啦 對都要是團務方向類 對就是這種 就譬如說公司開會啦 就這樣 就是欸這場一定要放這個嘛 或是欸這場可不可以放多一點我們自己的東西 不要一直服務客人 嗯 在這種會有方向性的 之類的 反正就是一些蠻無聊的事 或是這場表演檢討一下的時候 就會比較容易有一些摩擦 了解 對 欸我覺得檢討就還好 你檢討一下不就馬上道歉你知道嗎 是嗎 我記得我們每次表演完搭計程車回去的時候就開始舉手 然後我剛才放錯 然後我剛才講錯這樣 可能比較後期啦 因為你先承認了 沒有辦法罵你 先承認欸我剛剛放錯了然後下一個 然後又很自責喔 你剛剛是怎樣 剛剛是講別人 他很自責 剛好剛才放錯 剛好超揮喔 就怎麼會放錯 對啊 就沒有人會怪你 沒事啦 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玩到後期比較大的衝突 都是在你的團要怎麼進行啦 進行未來的步調這件事情是比較困難 這音樂創作上面都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困難 方向啦 例如說下一張要做什麼 或者是說明天要做什麼 那有時候小到就是你連PO文內容上面會討論 或者是說要演的場次演出的內容 就越來越多了 他就是無關音樂創作的事情越來越多了 所以一定會有更多的溝通啦 其實要說衝突也沒有我們也沒什麼衝突啊 因為我會比較好奇的是 我們訪問這麼多 比較少是團體 對那團體其實大家都知道 合作一定會有好的 但一定會有不好的 對啊 那我覺得兩個人可以一路走到現在 一定會有一些方法 可以讓你們彼此support到現在 所以我才會比較好奇說 欸 假設如果現在有人要合作的話 那如果遇到這些衝突 你們當時遇到衝突是怎麼樣 那最後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解決 或者說什麼樣的方式讓你們兩個可以繼續的往前進 我覺得其實合作是這樣 不管是工作夥伴還是團員啦 有一個方向很重要就是說 你能不能接受這東西只有 你心目中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那如果你可以的話 會比較順 那如果什麼都要是你心中的百分之百的話 你會很累 然後你的團員也會很累 就是有些東西要累過就是不累過 因為不可能做到一百分 地方說這個今天就要弄完就是來不及了啊 那難道大吵一架他就會完成了 嗯 就是也不會 那就把它弄完了 了解之類的 我就覺得工作專業程度 會影響大家的討論 譬如說 我們有一個想法 我們想說服對方改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直接做出來 然後給對方聽 那你就有兩個版本了嘛 那兩個版本一起選的時候 其實 我覺得我們都還算理性啊 我們可能也 幸運彼此是這樣的夥伴 所以我們會選擇就是 確實是比較好的那個版本 算客觀 對算蠻客觀的 而且重點是因為我們一起玩六年了嘛 我們都聽著差不多的音樂 然後演出的差不多的歌 所以我們對 音樂的想像或是脈絡 其實是很像的 所以我們就 比較不會在這部分會有太大的爭議 因為我們會各自做一個版本 然後放進去 喔那結束了 就直接票選嘛 看哪個棒啊 對啊 我們公司還有其他人啊 我們還有我們的經紀人 我們老闆 怎麼樣也會超過兩個人來票選 嗯 所以說這個事情就很客觀 就不太需要吵架 我覺得比較多的衝突是大家可能 講一講講一講 後面火就來了 就騙起來了 那騙起來的時候就很難解決了 所以我覺得 如果大家真的要解決問題的話 實際行動比較快 你們遇到這個問題 你們就好 那我們先暫停在這裡 大家先回去把各自想要呈現的東西 做個50%出來也好 我們再回來看看說 那是怎麼樣 因為你用說的 沒有那麼容易想像 所以還是要完成一個成品 比較好說服對方跟討論嘛 嗯 對對對 了解了解 好 那你們中間其實有休息了 大概一年多的時間 那這一年多的時間 你們那個時候有一些動作 你們的歌曲我們都不見啊 然後那一些 那 我們都知道其實 你們那個時候的狀態 比較像是 你們覺得自己不夠好 然後你們想要 把自己的能力再往上 escalade 那 你覺得你們這一年裡面 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就是 進步啊 那個進步是指哪方面 心態上 技術上 還是 其實那個還是算是 我們很前期的階段 我們那時候就是 每天頭腦都是音樂而已 所以你要真的說 那階段進步什麼 我覺得就是音樂 去聽更多 別人嫌你很流行的東西 嗯 我應該說是 以前就是被說 哎呦 他們就反正他們流行 嗯 那他們應該不然不好看 那應該 不懂什麼什麼什麼 吧 嗯 那就去弄懂 就是類似這樣 嗯 然後 因為那時候其實 主要是剛進公司 嗯 公司也有一套 想要 讓我們呈現的方式 那 因為那時候就真的 沒有什麼想法 對這方面 反正就是 反正因為點滿了 其他先叫個公司處理 嗯 然後 狂做demo 丟給歌手 嗯 了解了解 所以我覺得我們主要都是在了解 什麼是EDM的文化 對啊 因為其實我們發完第一張 是完全不會放歌的 對我們是不會放歌 我們也沒去過夜店 嗯 對真的沒去過 我們也不愛喝酒 嗯 到現在還是啊 對我們來說 我們就是喜歡這個音樂而已 就是它背後的目的 跟它的作用功能性是什麼 其實我們都不理解 我們就發了第一張 對 那我們至今 我們還是覺得第一張是好聽的專輯啦 那個時候我們就是覺得 它不是一個很棒的電子專輯 嗯 它就是一個很好聽的專輯 但我們做電子音樂 所以我們還是想要做一張 真的帶有EDM元素的專輯 然後這個背景我們是了解的 然後我們來做第二張專輯 所以第一張跟第二張 我們的音樂內容就差很多 我覺得那除了音樂技術的提升之外 很多是想法的提升 像是不管我們做 曲風類型 或者是想要跳脫的框架 等等的 我們其實就把它內化比較多 像是我們第一張專輯 其實就是 詞曲的部分就很多 嗯 大多數都來唱歌 嗯 第二張專輯其實我們就 更用心在做Drop這件事情 OK 就是我們就把做得更兇 把Bio要做得更滿 更強 然後嘗試著不同的方式 跳脫那個框架 就像我們那個時候在聽的時候 我們不就是覺得 因為我們不會DJ 所以我們就慢慢開始練習 怎麼DJ這樣 我們就放150的歌 然後我們就覺得 150的歌 很容易 很像 我們就一直在想 那我們如果要做一張專輯 我們不想要有這種 聽哪一首歌好像都很像的樣子 我們好像得要突破 所以我們就在我們第二張專輯裡面 放了滿多的突破 那也感謝當時候合作的所有的歌手 因為他們的 input 也會帶來滿多的突破 因為他們完全對電子音樂是不熟悉的 所以說 他們用他們的內化 像Julia Julia就是唱R&B嘛 那他覺得依他這樣的內化 他寫一些詞曲 或者說他來演唱這首歌的時候 對我們來說 影響也會很大 他就不可能是很純粹的 就是一個Bass Music之類的 他是一個很Hybrid的選項 所以我覺得 那一張的融合 給我們滿多特別的想法 了解了解 所以這一年 不要像是一個 全面性的進化 我覺得如果要講 籠統一點的話 是說 你做音樂製作 你不需要去理解 這個文化背景 我們做幕後的話 我們就是只要把這首歌完成 他好聽 對方也喜歡 就是完成啦 但是當藝人就不是了 就是你要創造自己的Vibe 怎麼樣的 所以我覺得 在這 你剛才說 這休息的時間也好 其實我覺得 G5SH是在創造我們自己的Vibe 什麼叫G5SH 我們想要讓別人覺得 G5SH是什麼樣子的團 這就是 建立一個藝人的過程啦 我們剛才就說 我們就沒有想要當藝人 我們沒有想過 我們要當藝人 所以說 在這兩年裡面 我覺得有一個 也蠻重要的 就是學習怎麼當藝人 這件事情 不是說穿著帥啊 做做醫美這種 比較表面的 而是內話說 當一個藝術家人家 傳達東西的時候 別人相信 他的精神是什麼 這樣 我覺得我們是建立這個東西 建立的蠻多的 那我想問喔 如果你們想要回到過去的話 你們會希望 跟那個時候的自己說什麼 說 你邊做的時候 要邊會表演 因為其實那時候 我們就是卡在 我覺得是末班車啦 這是台灣電影文化的 算是一個風鼓的後半 那在這個情況 你如果做完 你馬上有演出的話 搞不好 那一陣子的推力 會再更上去 但是我們就是純粹做完 那個歌就這樣 然後什麼表演也沒用法做 然後 趕快去練DJ 練完已經三四月了 然後趕快接到第一場 放 然後砸場 放很爛 很爛 超爛 然後 那時候就是忘記點自己 了解 但是也蠻有 我覺得 一定要先砸過場 才能砸過場 但只是 我們砸的場有點太大 對 太大 是一個很本質電音的Party 還不是什麼學校的 戲上的聖誕玩味 對 其實如果有機會 你應該要先從 那種什麼 戲上的聖誕玩味 慢慢砸 起碼同學會挺你 高中音樂課先開始放 真的 真的 就是先開始 找一些小場的亂搞 對 你各位有百大夢 不要一直想不開 就想要去夜店 對對對 你先成為 我跟你講 百大有很多地區的 假如你住新竹 你可以從竹筆百大開始當 然後再擴散到新竹百大 對 然後再擴散到陶竹百大 然後再擴散到北部的百大 這樣子 這樣會比較有目標嘛 不然你做事情 你有想說 我要成為那個 DJ Top 100的 第五名 那就很困難 你那個目標太遠啊 中間你覺得想放棄啊 你沒有成就感啊 不知道怎麼努力 所以說你要一步一腳一 你先成為你那間學校的百大嗎 對不對 你就會比較有成就感 這樣就會比較快樂 才有辦法延續的做下去 這樣子 你沒有想補充 我想到那句話 就是你很棒 你比現在我棒 為什麼會這樣說 我覺得是因為 那時候做音樂 只有做音樂而已啊 沒有利益關係 你不用怕發了沒有人聽 對啊 那個時候還在學校 爸媽還會給零用錢耶 對啊 爸媽一個月給你五千塊零用錢 對不對 愛吃什麼就吃什麼 富翁 雞肉飯都吃大碗的 那個時候很快樂 就是雖然說 沒有沒有這個外套啊 沒有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沒有演出 可是做音樂很快樂 就是做電腦前面 打開只要做音樂這件事情 是很享受的 雖然說對別人來說 看起來可能G5SF現在 一定是比以前更好嘛 但是對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 那時候的我一定更快樂 因為那時候的我不需要去想說 啊我們什麼時候要發片啊 今天粉絲有沒有掉一點啊 最近是不是台灣沒有在流行電音了啊 我哪管那些啊 嗯 我就喜歡做我就做啊 那時候做飼鬼就要拍了啊 對啊 那時候做飼鬼就趕快拍個現實中來秀一下 哇 簡單的快樂 簡單的暴力 然後朋友還會跟你說 幹你好 你好屌喔 你好棒喔 好厲害喔 欸有發片 哇 這樣 啊我們現在又發那麼久了 講難聽一點 我們都快變老明星了 老牌藝人 對啊 就是已經有很多事情不一樣了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自己很酷 我們那時候很Hustle耶 就是做一張專輯 我們才花多久 半年 我們就把一張做完了 然後還美術設計行銷 還讓它上架 博克萊現在好像也還買得到 其實是還蠻酷的 你現在要我那麼Hustle 你覺得有點困難啊 畢竟我仿太要掉 好啦我覺得其實蠻開心 聽到你們分享這一些 我覺得你們分享的東西 比我想像中多蠻多 有關於就是你們的心如歷程這一塊 好 我很開心今天NGO SH可以跟我們分享這一些 那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訪談 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幫我們在底下按讚留言加分享 你如果不認識G5SH的話 也不要忘記去訂閱他們的 可能像Spotify啊 Kabuzz這些的音樂 然後去可以更了解 他們的音樂是處於什麼樣子 那我覺得他們的第三專輯集 也是非常的有料 大家可以去聽聽看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掰掰